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会议室 这个就是咱们 产品部的同事了 各位 手头的工作停一下 介绍一下新同事 我叫黄佳怡 你们也可以叫我Joyce 沃顿商学院毕业 曾在高盛任职一年 来方舟 是我在国内的 第一份工作 让我们欢迎新同事 佳怡 你还别说 你这是咱们公司的 颜值担当 公认的事实 就不用废话了 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 产品部同事们 懒散消极的工作态度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现在起 请大家互相监督 严肃办公纪律 另外 请大家现在就更新 业绩数据情况 同步给我 周五才是常规 更新数据的时候 我喜欢把所有事情 都做在前面 那大家现在去更新吧 佳怡 那个 我带你去 卫总的报到 这边 好的 改哪个 这个都改了什么 每天改 请进 卫总 新图事到了 卫总 你好 我是黄佳怡 你好 刚毕业小孩 转什么劲啊 他没带谁啊 夸他还不领天 是是是 小点傻 我一边说 我刚刚带他上来的时候 看了一眼他的简历 他爸 是咱们大骨头晃了头 谁 黄梦啊 我的资料您已经看过了吧 看过了 非常优秀 喝茶吗 我就有明前的西湖如今 不好意思 我只喝咖啡 第一天工作都还适应吧 向来只有人适应环境 没有环境适应人 我既然来了就会努力的 请卫总不用担心 你这个岗位虽然跟我对接 但说实话 我没有什么选择权 都是董事会的决定 我的能力 绝对配得上我的岗位 您应该相信 董事会的安排 这样最好 我一向最反感关系户 在我们部门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待遇 三个月试用期过后 经过综合考核 如果你不适合待在产品部 你还得做好 提前调理的准备 现在讨论三个月以后的事 还为时尚早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去忙了 卫总 好 工作顺利 谢谢 这是谁负责的 你们一会儿说张三 一会儿说李四 对接来对接去 都是无效劳动 浪费大家时间 米雪 核心数据有问题 内容运营谁负责的 我 是你啊 那你赶紧重新梳理 五点之前老板要看到数据 还愣着干吗呢 工作去 是他 五点儿 是你啊 啊 你都对接三个月了 连最基本的什么时候线索 转上机都搞不清楚 数字居然也对不上 真不知道你任务要怎么完成 行了 行了 你别去见客户了 我去 这就是方舟的水准吗 这要是在高盛 像这样的员工早就被开了 怎么拿得出手见客户 同事们的水平我不好评价 但是你这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就真的适合去见客户吗 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是战略创新部的江系 不劳你费心了 过几天我就离职了 保姨 这个意思啊 借过让一下 还有啊 我想提醒你 你这个样子 真的不适合去见客户的 嗨 中午健身房间 这个是怎么回事 啊 那个 新 新能石油项目 目前需要上会讨论 那个刘经理说了 让我们先等一等 都多长时间了 还在等刘经理的消息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采购经理 这么大的项目 关键决策人是谁 什么时候上会 公司有没有什么倾向性 竞争对手还有谁 他们接触到什么层级了 我建议你立刻去趟他们公司 把所有的事情都捋捋清楚 佳怡 佳怡 你看 你能不能稍微晚一点 我手头还有几个急事 真的要处理一下 而且其实 新能石油项目资料收集 也不用那么着急 是吧 大客户资料收集 也需要时间的 不差这会儿 大卫晚点同步了 再发给你 什么晚些 晚些是多久 你知不知道 大卫的失误 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的工作进度 产品部工作效率低下 就是因为你们这种 我吗 这种打太极的消极态度 我现在就要拿到 所有的准确信息 准确信息没有拿到 的确是大卫工作上的失误 但是眼下 他有更紧急的工作要处理 你要学会 判断事故的轻重还击 遇见问题就解决问题 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只知道教训别人 另外 不认误 着急需要准确的信息 你自己可以跑一趟啊 有情绪 大卫能力合不合 我心里有数 不认识 但作为我的助理 你在管理智慧上 我希望你不要掉队的 太内谱 我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是大卫的失误 您却坚持让我替他 弥补过时 那么你认为 一个新人 该如何了解用户的需要 产品部所有用户的资料 我都已经看过了 做产品 最基本的 是从用户那儿获得 第一手资料 而不是通过任何人中转 我的手机里 有两千四百多个 微信号 都是用户 每一个 我都亲自沟通过 今天的事情 让大卫跑一趟很容易 但作为新人 我认为 你应该获得第一手资料 佳一 我不管在别人眼里 怎么看你 在我眼里 你就不是什么 娇弱的女孩 不是什么富家千金 而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 职业女性 差别的对待 只会让你泯然众人 适度地磨练 才能让你真正地发光 我希望你忘掉 富家千金的身份 用自己的实力 去赢得同事们的尊重 我明白了 魏总 我马上出发 等等 我们会跑很多地方 穿着高跟鞋 会很辛苦的 给你一个小时时间 去商场 晚上舒服的 客户那边 我会提前打招呼 谢谢你 魏总 谢谢 我能帮你 请不吝点赛 我也去年转发 我会做的